先来认识屏幕上的这位 他是46岁的老范 是石家庄的一名常跑爱好者 每次常跑看到路边有单车倒在地上 他都会扶起来整理好 方便下一位使命骑行 今年2月 他给自己定下了万辆单车整理计划的目标 10个月过去了 老范扶起了近400辆单车 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 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小的行动来温暖一座城市 老范呢 我们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了你的热度了 善良的举动有时候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其实在山东烟台 莱州市公安局特勤大队一名辅警在执勤时 遇到一位不顺摔倒的老人 他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来 这个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停了下来 驾驶人询问 需不需要帮忙啊 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轿车的驾驶人下车一看 哎呦愣了 这不是自己家老爹吗 辅警核实身份后 确定这位就是老人的儿子 驻人为乐呢一旦成为习惯 还真能碰上无意中碰到自己亲人这样的巧事 可以说是好人好报